好大的雨 狗狗 是跑丢了吗 好可怜 我刚就这样躺在街上了 没车丢了怎么办 可是 我又翻不动了 好累啊 总算到家了 好狗狗 早快点好起来哦 明天带你去找主人 晚安 这是哪儿 这是哪儿 头好痛 失忆症又犯了吗 我得了严重的病 病发时不但会变成了 还会失去记忆 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睡过觉了 每次发病后清醒 就会出现在陌生的地方 这次 是女人的房间吗 呃 趁她没发现 先离开 香味 好香 好香 闻着这股味道 我好像可以睡着了 总裁 哇 手带来了 总裁来了 红莉 今天起色不错啊 是吗 因为我找到了最好的暗门药 我是一风集团的总裁锋利 一直以来我都隐藏着一个秘 我会不受控制的变成了 伴随而来的还有失眠失忆 但如今我终于找到了属于我的暗门药 就是她 你好 我是来面试的 说起来我好像没有投帝国简历 会不会弄错了 你通过了 啊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私人秘书 约薪十万 无减经验离十八星 请资吧 这是真的吗 条件只有一个 你必须二十四小时和我再一起贴身的那种 变态 昨天运气不好 面试遇到变态 希望今天一切顺利 下一位面试人员 舒小福 面试官好 我叫舒小福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私人秘书 约薪十万 变态 从今天起 变态 变态 慢着 先不要打 为什么又是你 因为你投简历的所有公司 都是我开的 都是我开 都是我开 女人 放弃抵抗吧 变态 无心生有 爱不成仓 无想象 请不捏到 无言无语 等等 我是不会放弃的 变态 头好痛 感觉又要发病了 风链 你还好吧 舒小福没来面试吗 没有 他似乎已经找到工作了 什么 风链 我一定会救你他 舒小福是吧 小福你很受宠物们的欢迎呢 他们都很可爱 我也很喜欢他们 小福 有个顾客 没让你坐上门宠物护理 收到 冰角 我出发了 这里 你好 我是宠物医院的舒小福 你好 我是雷 雷先生 请问你养的是什么品种的狗狗呀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天啊 那我黑了 这也太远了吧 小心 上次在路边捡到的是你吧 醒来后你就不见了 我还担心了很久呢 你还记得我吗 小狗狗 小福明 你是否越好多 我好 可恶啊 不是每次变身后 记忆都会消失吗 为什么这次全都记得 小狗狗 你这么黑 我叫你小嘿嘿好不好呀 可恶的女人 本总才不是狗 看来你很喜欢这个名字呢 小嘿嘿 不喜欢 你才黑 你全家都黑 小嘿嘿 来吃饭了 不喜欢这个 换成进口狗粮好不好 肉干 饼干 奶粉 不吃就不吃 干嘛那么凶 小狗狗 你不饿 可是我好饿啊 舒小姐 您的晚餐 哈 我们放在口了 哇 好丰盛 小嘿嘿 你想吃这个 见过后不许动物肠筋 知道不 鸡腿给我吗 小嘿嘿 愚蠢的女人 小你个鸡腿 就乐成这样 好饱啊 小嘿嘿 要不要玩球球啊 哈 我锋利就算发病疼死 也不会玩这个狗玩意儿 来小黑黑 接球 啊 球球真好玩 舒小姐 还好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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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全都忘掉啊 不要记得这些啊 冯令 昨天不是已经恢复了吗 难道又要发病了吗 我马上去接舒小福过来 啊 啊 啊 舒小姐你好 这边请 雷先生 是小黑黑不舒服了吗 嗯 好的 哎 又是你这个变态 啊 我怎么变态了 你不变态会提出24小时贴身照顾的要求 呸 变态 舒小姐 你又误会了 需要24小时贴身照顾的对象 其实是他 哎 小黑黑 是的 这是总裁最心爱的宠物 抱歉 雷先生 太远了 我还要上课 远 随便挑个吧 呃 女人 不要挑战我的耐心 变态 总裁 您找我 给你十倍工资 住进冯家大宅 上下班专机专车包金送 唯一的要求 24小时随喊随到 好的总裁 这是第几个 报告总裁 这是 第2957个 果然有问题的不是我的条件 是舒小福的脑子 呃 舒小福还是拒绝了我们的聘用 可恶的女人 她现在在哪儿 GPS显示 她在去看男友的高铁上 高铁 他们是异地联 不过去调查 她的男友已经劈腿很多次了 地址给我 您要过去吗 那女人脑子不好 再受掉刺激疯了怎么办 我还得靠她给我治病呢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